中華威力的一千兩百cc的手牌車 移動的家 要回去了 看一下看一下這裡 看一下這裡 真的是手牌車 中華威力的一千兩百cc的手牌車 現在在爬坡 爬坡從那個阿巴的故事營區往上 這一段是最陌的 這一段上了去基本上就沒有問題 各位 在我開TOMAS的時候 很多人講說 你那個車 那是自排車這是手牌車 這隨便爬都會有力 好不好 所以建議各位 TOMAS如果說你想要讓它爬山更OK的話 可以買手牌車 百分之百沒有問題 好不好 像這樣子一趟在爬 這個二檔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覺得用一檔慢慢爬 會比較OK 因為這裡你看 像這個 這個抖度 有沒有 可以拍出它的抖度嗎 很難耶 因為我一直拿著它 好這樣就可以了 我把它開成MPV的模式 來給各位看喔 像這個抖度 這個抖 有沒有 慢慢的抖上 可以看出那個抖度 然後 髮夾彎非常的多 那我現在用在一檔 我在一檔 這是一檔 我看一下 我一檔 這是一檔 然後我現在的轉速 兩千轉 這都沒辦法拍 有啊 反正就是兩千轉 那你看這個抖度 然後等一下又把夾彎子上 所以這一檔很好跑 慢慢跑 那我們的宅重大概不到300公斤 看到沒有 要這樣子 輕輕鬆鬆 那有些人講說 啊 手排車老婆沒辦法開 如果你今天你弄了一台露營車 我先講說真的 那開列了就睡覺嘛 幹嘛要清醒對不對 對啊 怕說 其實還好吧 一檔慢慢爬 很ok啊 還可以追到二檔 然後現在來到三千轉了 那其實如果到三千轉 四千轉的時候 就要換檔 這個是 有開車的你就大概知道 那你看喔 然後現在來到這個轉彎點 這個 這個就要再入一檔 因為這裡很陡 那 如果你對 排檔不熟的人 千萬不要開熟排車 因為這個 如果你入檔沒有入好之後 它車子會倒退喔 對 會翻車喔 會翻車 那個水 移達就是這樣翻車的 那像這裡就是可以到二檔 這邊就可以到二檔 那二檔你看喔 我們現在二檔在爬 差不多到這個底 就是爬夾彎 然後再入一檔 這邊再入一檔 然後整個上 那在上來之後 開入二檔 我覺得到時候開影片的人會偷你眼花 對,因為很晃喔 我現在又入二檔了喔 然後現在都二檔喔 基本上這入二檔 那其實看轉速表 我們有轉速表如果降,我們再退檔 那如果我們轉速表都一直在兩千以上 基本上是不用退檔的 像這個,就再往路一檔 慢慢上去 慢慢開就好 找一台這種老車 尤其可以找到這種死船更好 我不是故意攝影機拿不好 沒有辦法 接下來是二檔喔 來看一下 這二檔一直可以爬著上來 怎麼沒有拍到他的表情欸 對啊,那個剛剛那個小朋友 好可愛喔 那另外還是二檔 這個都OK的 這個喔 外面是跑步還要有一點 但是速度不快 一些真的會講 然後速度不快 它非常的有力 比較小看這種中華威力 就是這台我們現在開的就是這種車 這個藍色這一台 但是這個是四船的 我們的不是四船 我們是二船的 可以的話就買四船 但是先跟你講 四船只是便於寮家 以爬山來講 除非你遇到那種會打滑的路線 不然二船手排就夠了 非常的用力 像我現在都二檔 慢慢上來囉 我們已經快到達那個380 你看二檔上來 感覺趴很快 對啊 沒車很快 為什麼沒車我們會很快 因為慢慢爬很快 那有些因為有人在你的後面 你會有壓力 你看一下 現在推到這段不行了 就趕快再推一檔 對不對 你看看 好像這個就爬甲彎 爬甲彎一定要推一檔 因為爬甲彎喔 轉彎點不可以轉在這邊 因為太高的關係 它那個角度會很大 有些人就會很怕 會頂 會這樣 ender 你知道嗎 那你又不能靠 泰山臂 因為會撞速 你知道這個旁邊啊有沒有 就會有撞速的疑慮 這個就是這種車的高度 那你看喔 我們現在要匯車了 這個車 它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它匯車 匯車啦 我發發非常方便 那為什麼我講話講那麼大聲 因為引擎很吵 很大聲 而且我們要從我搖下來 對對對 你看這就是法夾灣的 法夾灣記得一定要入檔 對 那個引擎就是沒有 我教他開手台車 不然其實它那一台喔 是很有力的 然後這個就是一檔 上來 連續法夾 對 你看 我們要帶一隻炸蒙 看到沒有 看到炸蒙喔 然後這邊再上去 這個抖度 看到沒有 這裡又開始變抖了 可以拍出抖度啊 看前面 有啊 我都往前面拍耶 可是鏡頭會照著你的那個 它會一直轉 對 它會轉 所以我說到時候看這個人 會愁暈耶 這個叫做FPV的攝影模式 就是照著我們真的轉 它就真的攝影 鏡頭也是真的轉 沒錯 我們出來了 這個好罰多了 因為我們的小鯨魚 你要買咖啡嗎 要 來 來 來 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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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去買個咖啡 OKOK 我們已經下山了 到了下巴林了 這邊就很好跑了 這一條是拉拉山台積線啊 四檔 所以我們大概就三四檔換來換去吧 然後這裡的山路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我覺得開這種車 這種小型的乘載車 比你開露營拖車還要方便 還要有機動性 因為它就是注意高度的問題而已 然後會車 然後呢 比我們的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我們的 海力士啊 我們的提貨 還要 容易會車 就跟TOMAS一樣 會車超沒有壓力的 但是喔 那個 有一個最大的缺點 來 給各位看一下 就是超級難做 喔 那麥良好不好做 天啊 那是 誰啊 天啊 這是什麼 你覺得像在做什麼 那個 史上最難做的車 你做過史上最難做的車喔 你做這個車 你沒辦法去享受那個駕駛的樂趣 但是我覺得我有享受駕駛 我有那個駕駛的樂趣 因為我是開的是手排車 像這樣喔 我覺得還OK啦 只是真的很難做 因為它是90度的 有椅子 大概一個小時要停車一次 大概一個小時要停車一次 一個小時怎樣 要停車一次 是喔 好美的喔 超美的 你看看車條 上一條 這個你一定要浪 這個不浪不行喔 因為 這一條路喔 這一條路喔 我每次開這種車的時候喔 就是永遠的路對著 我發現喔 開這一台移動的家喔 在馬路上有一個好處 人家在你後面都會慢慢跟著你 真的喔 它會巴你 它也不會巴你喔 你不主動讓它 它都不會想要過去 真的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在後面看這個房子在跑 是非常的療癒啊 喔 真的喔 對不對 真的啊 你有看到它巴你嗎 沒有啊 沒有啊 那是我們讓它 我們讓它咧 我們不讓它的時候 它們還不願意過去 對 因為車開始很慢 它很慢很慢很慢 它就下來拍 喔 對不對 剛剛那一台車還不願意過去 對啊 開什麼東西 給各位看一下喔 我們家老闆娘睡覺 馬上醒來了 他打瞌睡的樣子 他剛剛就這樣 一直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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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睡 好不好睡 沒有好好睡 要不然你要不要去後面睡 不要 不要喔 好啦好啦 羅浮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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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已經一路跟著我們了 看到沒有 從拉拉山 他都不走 再下來 走了嗎?還沒有 沒有 我們要回家了 已經來到都市了